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人生都超級突破的一天 就是我要追求我人生的 極致之湯追到日本去了 人生中第一次的日本自由行 我上禮拜才剛訂好機票 那些住宿什麼的 完全都還沒有訂 哈囉大家好 我也是瓶瓶瓶瓶 今天是日本行第二天的下午 現在要去我的腸道之旅了 追求極致之湯 我們現在要去嚴守的一關溫泉 第二天依然是沒有定飯店 追求極致之湯之旅 正式出發 這人到了山陰桃樹 我們先把一隻房間 鞋櫃裡面 然後鞋櫃才問一下 今天到底有沒有房間 喔~~ 喔~~ 講了這句話 有有有 是有的是有的 你剛才看到這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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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我希望房間有獨立湯屋的 然後她說有 這邊的評價很高 非常高 希望金銀皮找到我的 雞子湯 喔~~ 大公司嗎? 嗯嗯嗯 OK 現在進去嗎? 喔~~ 現在進去嗎? 對 好嗎? 現在進去嗎? 可以嗎? 現在進去嗎? 這裡是這裡的房子 準備好嗎? 好了 打手 剛剛看見他 第一次看到這個房間 保證保證這個樣子 就是它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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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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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們去囉 好 OK 剛才經過一番導覽之後呢 現在要來泡立湯 待會30分鐘之後 我就要去我的房間 那就進去吧 我的媽啊 我剛才泡了我人生中的雞子雞湯 它那裡面有很多種雞子 有岩石座的 陶瓷座的 檜木座的 還有天空之池 然後大風呂之池 我剛才全部泡了 我在戶外的天空之池那邊 敷看整個田手線 站起來生了一個超級大的懶腰 感覺超棒的耶 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靜 我完全再組織一下 我現在沒有什麼英語的組織能力 我完全再組織一下 再跟大家說我的所見所聞 然後我現在穿著他們給的衣服 待會就進房間看看 嗨嗨嗨 剛才經過連噴的嗨嗨嗨之後呢 帶到我們我們的房間 一五二 這就是我們這次的房間 這次我剛才因為我們一直嗨嗨嗨 然後他剛才一直拿計算機 然後算給我看 我到現在我還不知道我們的 就是總價錢到底是多少 然後也不知道一個房間裡面到底附了什麼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一五二 哇嗚 一進來就是很日式的一個玄關 這個湯到的東西 泡湯前喝個茶 然後跟這個 就是毛巾可以蓋在頭上 然後這裡應該是洗手間 欸其實我真的很喜歡日本的這種木質 就他們的木質不會讓你覺得是那種就是 喔老舊式的會覺得是有質感的木 而且聞起來都很香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客廳 好像有點大 這也太大了吧 而且還有附那個和菓子 這看起來很好吃 看起來很好吃欸 這個和這個和菓子 迎賓禮 好好可愛喔 外面是有點像發糕的 然後裡面是紅豆泥 紅豆泥 好吃 可以穿出去的浴衣 欸很棒欸 我現在看起來很像大叔 待會馬上變成小女人 這邊兩張床 很漂亮欸 這個是我們這個房間 專屬的小庭園 雖然說房間附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一個最重要的 他有附溫泉池 應該在這裡 神秘之門 來囉 極致之湯 尋找之旅 會不會失敗 就靠你了 很美 四塊木齒 試一下這個水溫 泡完之後 那個皮膚滑溜溜的 開木的香味 超級香 而且在這邊 泡的溫泉池 然後把這打開 浪面鬚鬚的涼風 泡完之後呢 全裸在這裡 確認一下 沒有人會看 嗯 超大聲 唉唷 我期待想要泡了 好 來吧 泡溫泉 好 那剛才呢 不小心 按摩也按摩 要睡著了 然後現在外面 下起雨 但沒關係 是不會影響到 我泡溫的前行育治的 這樣子 特別沒有一般風情啦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 開始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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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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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啦 泡完了 也放上了妹妹的浴衣 哇 我覺得 這邊呢 日本東北的 地關溫泉 三櫻桃之湯 非常可愛的名字 我剛才整個烏煞煞就是 他們基本上都用日文介紹 我覺得嗨嗨嗨嗨嗨 就是基本上都聽不懂 但是呢 幫大家科普一下 這邊三櫻桃之湯呢 它是一個歷史但是蠻悠久的 一個日本東北溫泉 而且蠻有名的 那它這邊呢 其實可以住宿也可以存來泡湯 那這邊的泡湯幾次 跟台灣差蠻多的 它這邊是 比如說你付一個入場費 入場費之後你就可以泡 這邊的十七種的湯 那十七種的湯呢 就是有男女分開的浴池 那一個大眾池裡面 它就有烤箱 冷泉 岩石湯 大梨石湯 檜木湯 陶瓷湯 它其實不是十七種不同的湯汁 它是十七種不同的容器 都是放一關溫泉這樣子 雖然說它上面啦 是寫每一個都有不同的作用 但是我猜想 一樣的湯全質的話 應該是一樣的成分吧 好 這一次的 極致之湯追求之旅 其實我是超級喜歡的 我覺得不管是在那邊的大眾池 還是在這邊的私冷浴池 我剛才在這邊泡的時候 就是坐著那個九個步驟 整個覺得那個氣氛都起來了 然後會更能沉浸 在那個九個步驟裡面 剛才我這樣看著外面的空氣 然後想到哇 這裡是日本耶 泡著這個湯 聞著這邊很濃的快酷的香味 然後呢 這樣看著外面 欣賞風景 我之前有一個人生很大的夢想 就是想要在冷冷的天氣 然後半入天 泡著湯 哇 我覺得我這次做到了 感謝Stanning烤士湯 我覺得心靈沉浸的程度是非常之高 就儘管我現在一樣在拍片 可是我覺得感受到了 千所未有的湯道的境界 那這邊呢一個晚上一個人是 三千塊 我覺得三千塊能體驗到 這樣子的一個極致感受 超級 超級直 推薦大家來日本東北 來這邊泡湯 儘管現在已經是夏季的時間 可是這邊的溫度22度 我覺得泡起來還是有些微的涼液 還是很舒服 比較可惜的是 沒有冬天下雪的時候來 如果在下雪的時候來的話 就是看著外面那樣飄著雪 然後堆積的白雪在這邊泡著湯 說不定你還可以就是一樣這樣打開門 還許還可以這樣飄進來 踏在你的肩上 然後融化在你的心頭 哇 我決定我下次到冬天來 欸嘿嘿嘿 已經訂下一次的溫泉之行了 就是這樣 那我們第二天的日本行結束 明天呢再去追求另外一個 雞翅之湯 我是瓶瓶瓶瓶瓶 下次再見 好疼喔 3月2號 掰掰